昨天讲了 咱讲什么来着 讲拿工字了 孟长军填文 今天我们讲春生军黄歇 黄歇身为战国四公子之一 他的时代恰好是秦国变得强大的时代 因为秦国的强大使东方六国感受到了空城的压力 但是秦国跟两个国家之间的恩怨纠葛 可以说是说不清道明 一者赵二者魏 你看秦昭湘王之所以能够上位 都是赵武林王运作的结果 秦国和楚国 比如说宣太后就是楚国人 秦楚经常连依 但是秦跟赵秦跟楚之间的战争 也比较频繁 那春生军也就是在这个时期 呱呱落地来到了这个时代 他也是不幸的 为什么呢 他等到他成年以后 没有在楚国待着 在哪待着呢 在秦国的都城咸阳待着 跟着太子雄丸一起 待在了楚国的首都咸阳 因为在咸阳 你想想那时候说白了 所谓太子不过是质子罢了 人质吗 人质的日子不好过 一旦两国发生纠纷的时候 那作为人质首当其冲 就是被责难的对象 两个国家关系好 还可以 可以和平共处 两个国家一旦出于战事 好家伙 这里外都不是人 一方面像太子雄王来说 一方面首先得随时探听楚国内部的动向 正因为如果说 说楚清湘王有任何异动 他才是楚国第一合法的继承人 同时还要看着秦昭王的脸色 如果秦王不喜 很有可能就把他避在秦国 当时太子雄王唯一依靠的人是谁 唯一依靠的就是春生君黄歇 黄歇这个人在历史记载当中 李贤下士 而且能言善辩 同时他很注重搞好人际关系 黄歇跟谁的关系特别好 范居 就是跟范居关系特别好 终于机会让他等到了 楚清湘王宾州 消息传到了秦国 那么按照约定俗成 太子应该回到楚国 准备接替王位 这个时候秦昭王有点不太愿意 放楚国的太子雄王回去 因为在他看来 雄王是一个潜在的继承 可能竞争对手 同时雄王在秦国这几年 没少受楚秦昭王的白眼 说白了 秦昭王心里很忐忑 很害怕雄王回到楚国 跟自己对着干 所以不放人 不放人 这个 春生军黄歇很着急 太子雄王很着急 就拜托春生军赶紧是吧 想想办法呀 这国雄王 这个黄歇啊 找谁去了 找到他的至交好友 身为秦国国相的范居 范居跟这个黄歇啊 私交非常好 这黄歇见了范居说 兄弟啊 咱话也就不多说了 现在这个楚秦昭王 我们家国君 这个已经病危了 太子如果能够回到楚国 那楚国的国君非他莫属 如果说他回不去 国君一旦病故 这太子就该 这国君的保位置啊 就该让别人来做了 那你说我们太子是吧 在这个秦国深受这个秦王的重视 也礼遇 只要是吧 他回到楚国 当上楚国的国君 一定会为秦楚的世代交好 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范居一听 哎呀 说这么半天 就 还不是那句话 放人吗 这时候范居说 哎呀 咱俩兄弟不错是吧 你这么说太见外了 太子是什么人 我还不知道吗 跟我们秦国是吧 最亲善了 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第二天朝会 范君面见秦昭相王 对秦昭相王说 现在是吧 楚王病危 太子急需可以回到楚国 哎 继承王位 只要太子雄王 当上了楚君 对我们秦国的好处 那一定是大大的 这时候啊 秦昭相王眼珠子一转 隐隐当中觉得不妥 说我什么时候对这小子好了 说当这两这些年是吧 秦楚之间没少干架 而这太子雄王没少在秦国受气 他要回到楚国还能念及我的好 这话你说反了 但是身为国军 话不能这么说 是吧 那秦昭相王态度很明确 现在楚王尽管生病病得很严重 病危了 不是还没有死呢 是吧 不妨再观望观望 如果说 诶 楚王死了 你再回去继承也不急 也来得及 如果楚王没死 你家安安心心是吧 咱伙大秦待着 你看西边有草原 是吧 东边有黄河 左边是草原 右边是黄河 这泛马于草原之上 是吧 钓鱼于黄河之中 想想多幸福呀 你还想楚国吗 这太子雄王肯定说 我不想了 是吧 一切全凭大王做主 当时秦昭相王 这话料这了 黄歇明白 什么 明白什么呀 明白 如果说 哎 太子不回到楚国 这楚王的王位呀 巴九不离十 哎 就要落到他人的手上 怎么办呢 哎 想个办法 又想到他的好朋友范鞠 说呀 这个要不这样吧 我们楚王病重 太子呢 是非常想念他的父亲 所以呀 应该闭门在家 思过啊 思己过 摘戒沐浴公衣 为父亲祈祷 这样您看能不能 就是跟大王说一下 是吧 给这么个特权 当时范鞠说 哎呀 这还是什么 这是我做主了 回头明天要跟秦王一说 就让太子 好好在义馆里面 为父祈祷吧 这时候 黄歇又说了 这个太子为父祈祷啊 肯定要把消息 是吧 带回楚国 让楚王明白 太子在秦国 并非忘了父亲在病重当中 只不过秦王有命 现在不方便回去 所以 只好在义馆里面 摘戒沐浴公衣 为父亲祈祷 尽一份孝信 你要把这消息送回去送 可以吧 饭居心想 哎好 这事妥了 你这个摘戒沐浴更业 祈祷 哎 这事就过 我去跟秦王说 秦昭相王一听啊 这都不是事 就这么办 其实是吧 这是春深君黄歇的瞒天过海之法 在义馆当中 挑一人 哎 长得跟这个太子很像 穿上太子的衣服 是吧 代替太子 在义馆当中 宅借沐浴更衣 然后对外把门一贯 我们太子在家 这个 在义馆里面 为他的父亲祈祷的 谁也不见 同时让太子雄丸化妆成为送信的使者 车夫啊 赶紧回到楚国 准备继承楚王的王位 叫什么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这一套走下去了以后 等到太子雄丸回到楚国 秦昭相王 哎 得到消息 我的娘的被傻耍了 哎呀 一会儿讲三国 别在乱带我节奏 别在乱说八道 一会儿讲 这个秦昭相王 有种感觉 哎呦 我被耍了 大怒是吧 跑得了和尚 跑得了庙 一切的坏主意 都是你 黄蝎出的 大怒派人 就把黄蝎抓起来 准备砍春生军黄蝎的头 这一下子呀 这个范鞠也慌了 说黄蝎直接对范鞠说 咱俩兄弟一场啊 你可得救我 这可是关键时刻了 这范鞠又是在第一时间站了出来 跪倒在 拜倒在秦王的面前 大王是吧 请三思 现在是吧 太子雄安已经回到楚国 准备继任国军 您现在把春生军黄蝎杀了 那不等于摆明 不把楚国放在眼里吗 秦楚之间的友好 是吧 自此就会荡然无存 您不如把春生军黄蝎放了 放他回楚国 同时声明说 我大秦对楚国的意愿 希望两国邦交友好 如果说大王您这样做了 然后你看让春生军黄蝎 黄蝎咋跪着呢 你让他发个毒誓 立个字句 咱们秦楚之间 是吧 还是一家 当时赵相王一想呀 哎呦 太子都跑了 现在太子已经不是雄完了 都变成了初考猎王 我杀一黄蝎有啥用呢 是吧 我把这 这把他拍到大蝎拔块 剁成肉泥 哪怕抱了包子胃狗也 于事无补 罢了 是吧 既然不已成舟 你啊 回去吧 同时准备若观礼礼品呀 等见到你家新的大王 是吧 也就是考猎王 你要跟他说 我啊 请昭相王 昭相王嘛 对楚国一向是友好的意 我们秦楚之间关系一向是明确的意 我们两个国家是吧 这个都是亲切 哎 你看我老妈就是楚国人 我也算是半个楚国人呢 那这次是吧 这个你这个楚王回去当国君 我身为半个楚人 替楚王说声谢谢啊 恭候他 对他说一声 这个祝福他啊 你把我的话带到 就把这个黄蝎也放回了楚国 等到黄蝎回到楚国以后 楚考猎王呀 真是把黄蝎当作救命的恩人 没有他 他根本当不上楚王 黄蝎和楚考猎王啊 关系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啊 等到他回到楚国 受到楚国的待见 等到在有长平之战的时候 那么黄蝎竟然能够说动楚考猎王出兵 与魏国组成一支军队 去援救赵国 长平之战结束以后 白起被秦昭相王逼死 范局也是暗淡 暗淡了一场 整个秦国再没有对外扩张的意图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楚国和秦国处于这个表面上和平 实际上敌对的状态 那么黄蝎啊 这个人呢 他也是非常有才的人 他认为秦国对六国的威胁那是显而易见的 长平之战 赵国 30万禁族全部被摆起坑杀 只赵国现在也没有办法跟秦国对抗 六国之间没有一个国家是秦国的对手 只有联合在一起才能对抗秦国 有这个想法 黄蝎派出狠 派出谋士啊 派出一些使者 四下去游说 组成新的合纵 那么在公元前249年六国联军啊 蒋平英晚上好 晚上好啊 你也是好几天没来了吧 开始去讨伐秦国 这是一次行之有效的讨伐 这也是一次这个规模庞大的讨伐 秦国的军队啊 那么在春深军带领六国军队的进攻之下 节节派退 当时啊 这也是秦国差一次差一点灭国 夸张成什么样呢 春深军黄蝎作为六国的纵长 带领六国的军队 一下子是吧 把秦国的军队啊 逼回了韩古关以西 当时秦国以举国之列 在韩古关对抗春深军黄蝎 只不过春深军黄蝎啊 功亏一篑 在攻打韩古关的过程当中 被秦军击败 这可以说是叫什么 话蛇天祖过犹不及 当春深军黄蝎啊 将秦国的军队赶进韩古关以后 哎 怎么办呢 首先应该帮助赵国恢复上党地区 同时帮助魏国夺回河东河西之地 再一次把秦国的势力范围赶到秦孝公商鞅变法之后 只不过春深军黄蝎的野心太大 就想借六国的冰封灭掉秦国 功亏一篑 倒在了韩古关的面前 那黄蝎六国的军队失败了 黄蝎也成了这个 哎呀 一个失败的将领 因为他是领导者呀 除考猎王一看 是吧 你说这么多有用吗 你想这么多有用吗 再怎么样 败了吧 是吧 六国最后一点家底也被你给败光了 因此呀 这个黄蝎受到了除考猎王的疏远 这黄蝎也很郁闷 是吧 大 哎 我要不那么贪 我也成了这个六国的伟人 我要不这么贪 天下是吧 这个名望 我最高 但是没办法 注意啊 这一仗 那个对抗春生军黄蝎的是谁呢 吕不韦 还有秦庄襄王 就是赵小宝已经死了啊 对 这个黄蝎是败在吕不韦的手上 对 谁到那个位置没野心 只不过当时黄蝎这一仗六国联军 指挥六国联军攻打韩国 这一仗啊 全胜打成了打败 打得太贪了 那么 黄蝎被除考猎王疏远以后啊 黄蝎很郁闷 每天在这个自己的府邸里面孕育是吧 不难不得志 就觉得回想 遥想自己当年受到重用的这个岁月 会遥想当年成为六国的纵长带领六国军队攻打秦国 那是何等的状况 当时啊 这个黄蝎就想首先要再次取得出考猎王的信任 等到再被楚王信任以后再图进去 这时候一个人进入到了春生军黄蝎的视线里面 谁呢 李源 李源这个人呢 是黄蝎的一个门客 你要说他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呢 哎 他的才能啊 就是一个好妹妹 李源有个很漂亮的妹妹 至于叫什么 我们知道他叫李氏 有人说他叫李延燕 有人说他叫李延燃 我们不管他 叫李氏 这个妹妹很漂亮 当时啊 李源天天看到哀声叹气的春生军 就说 军上是吧 我有一计 五有一计 什么计呢 吕不韦之所以能够当上国相 是因为奇祸可惧 他干那点事 别人不知道 我是知道的 他有一女人叫赵姬 他把这女人肚子搞大了 搞大之后 把赵姬再送给秦义人当老婆 等到这个秦义人娶了赵姬以后 赵姬啊 生下了吕不韦的孩子 秦义人又在吕不韦的活动之下 回到了这个楚国 继承了王位 那么吕不韦的儿子 也顺利的成为了秦国的储君 那么您也可以这样啊 我有一妹妹 特别漂亮 听说是吧 我们咱们的王上 有楚考猎王没有后代 要不我把我妹妹先献给您 是吧 您把我 您让我妹妹 您使我妹妹怀孕之后 然后我再把我的妹妹献给楚考猎王 这样是吧 等到我妹妹受到楚考猎王这个重用的时候 您也可以东山再起 等到他生下来孩子成为储君之后 您将是大储的国君 当时 当时 春生君一想 这个办法不错 这个办法不错 李沃维玩得很溜 我也可以玩这么溜 好 这事妥 其实你想对于黄歇来说 这很赚 首先有一漂亮的妹子 是吧 可以用来怎么样 然后同时把这妹子献给国君 自己还能显赫 等到这妹子生下来孩子之后 自己又成了国君他爹 哇 再想一想 真的是很赚很赚 二话不说 就笑纳了李源的妹妹 然后是吧 一夜 两夜 三夜 很多天过去了 他的妹妹怀孕了 当春生君黄歇得知 李源的妹妹怀孕之后 这时候啊 静庸面见出考猎王 王上啊 因为他是 他俩是兄弟嘛 我啊 见到一大美女 这妹子呀 不但是长得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有大法师 有无师之说呀 是吧 这个哎 说这个美女啊 可以是吧 生孩子 您到这把年纪了 到现在还没有孩子 这样如果说 把这样一个能够生孩子的女人 娶进来 我们大楚 后继有人 可能说那会真迷信 巫师说啥就是啥 这楚考猎王啊 信了 信了之后 赶紧是吧 让这个床歇 把李源的妹妹带进了王宫 带进了王宫 楚考猎王一抗 果不其然啊 美若天仙 楚楚动人 当晚上洞房花烛烟 没过多久啊 这个 李源的妹妹怀孕了 废话 这事儿 李源知道是吧 黄歇知道 那么讲道理来说呀 黄歇应该学一下李不韦 既然李源知道这个秘密 再无论如何是吧 都应该把李源杀人灭口 他非但没有还把李源是吧 当做自己的人 但此时的李源啊 已经不是春生军黄歇手下的一个门客了 他是什么 他是堂堂大楚的国舅啊 他的妹妹李成为了楚国的王后 那李源的位置开始显赫 可能说 李源的妹妹是吧 身怀艺术 楚考猎王的这个身体啊 一天比一天差 那么李源呢 因为他妹妹毕竟是吧 自己的清歌 不断在楚考猎王面前 说自己哥哥的好处 所以李源的位置啊 李源的这个观想啊 也一天比一天大 那 这谁也没来 这个好 兄弟们 晚上好 后来的兄弟啊 咱们坐下听啊 正在那讲春生军啊 这个啊 当时李源有想法 因为他知道只要楚考猎王跪顾去了 那么楚国得势的一定是春生军黄蝎 这个局面是他绝不想看到的 如果没有春生军黄蝎 他的妹妹就会变成太后 他就会变成亲军的什么舅舅 这个时候那这种诱惑 毫无疑问是巨大的 谢谢APOCAPSE送的小红包 谢谢 这个这么一想啊 李源开始了 干什么呢 训练死士 现在话说 成立一个杀手集团 天天在自己家里面演练 如何杀人 如何杀人 那过去有句话怎么说的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有了 哎 你搞这么大动静 那你说外人能不知道吗 这时候啊 春生军的门客就有人知道这件事情了 就告诉春生军啊 李源的小子动机不纯啊 他竟然在豢养刺客 就是天天在家里面 捣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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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就是在训练杀手 这明显是不怀好意 你说他身为啊 这个军上的舅舅 您的这个心腹之臣 他训练刺客想干嘛 哎呀 这个黄仙就觉得 哎 多虑了 多虑了 是吧 现在都什么年年月了 是吧 这李源现在显贵了 谁还不行搞几个保镖啊 你看我这保镖都一大堆 他搞保镖再正常不过了 你们啊 都多虑了 他跟我是什么关系 你们知道吗 因为我不能说 所以哎 你们就多虑了 因为春神君黄歇心想啊 李源能够把自己的妹妹献给自己 这时候是吧 楚考猎王已经把他的妹妹封成了王后 那么一切计划都在顺利进行当中 李源有什么动静 那不过是在为自己哎 做打算 你们这群咋咋是吧 都不懂 我又不能告诉你们 告诉你们了 这楚王 叫扛我的脑袋 哎 一边呆着去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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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叫什么呀 其实啊 春神君黄歇啊 这时候就是太自信了 太自信了哎 就觉得李源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没想到李源自己有想法 等到楚考猎王病故啊 驾崩啊 那这个春神君黄歇心想 等待我的这一天哎呀终于来临了 我这一天等的太久了 我终于是吧 成为了新君的爹 回头再让他说把皇位让给我 那就是太棒了 结果春神君黄歇喜上眉梢 感情是吧 楚考猎王的驾崩啊 不是一丧事是喜事 喜上眉梢 整个人开心的都要跳起来了 但是作为国君驾崩 他就死在了为考猎王举办丧事的路上 怎么回事 李源派杀手埋伏在黄歇必经之路 就是去王公的路上 等到黄歇一露头 杀手们全部跳了出来 哪里走 哪里走 按住李源 二话不说 把李源脑袋砍下来 砍下来之后 李源竟然成为楚国第一号大臣 为什么 新君 他是新君的舅舅 他的妹妹是新君的老妈 楚国 他最大 随后李源命令军队士兵进攻春深军黄歇的府邸 把春深军全家来了个赶尽杀绝 这叫什么 养虎为患 春深军黄歇 你要说倒霉 他也真倒霉 所托飞人 你要说他幼稚 他也真够幼稚的 火力源都开始训练 训练刺客杀手了 他竟然是吧 不警惕 杀错了 没说错呀 关火是三国呀 一会啊 走了 黄歇这一生啊 前半生很润智 就李源派杀手砍下了春深军黄歇 那么李源是国舅嘛 带杀手消灭 杀掉了黄歇 同时李源指挥军队 给黄歇全家来了个全家死光光 口误了 不好意思 这下子 黄歇这一生啊 你看前半生很很睿智 中间也英明神武了 最起码屌屌的打着整个秦国 被迫防守 在韩国湾差点就折了 你说战国四君子 谁最屌呢 应该是黄歇 只有黄歇差一点就把秦国给推了 没想到最后 死在了小人李源手上 啊 李源肯定心想 嗯 我妹妹真的是太好了 是吧 感谢我有一个漂亮的妹妹 结果他呀 也没高兴几天 没过多久 楚国内乱 李源也激激了 毕竟杀黄歇杀春深军 算计除考力王 其获可居 这种事情放在任何一个时刻 是吧 啊 阴谋诡计只能赢得一世 永远赢不了一世 嗯 有人说是甄嬛的老相好 肯定不对啊 敏约传的是瞎掰的 在正史上 宣太后很老很老 甚至好像是去世了以后 这个黄歇才出生 他俩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差一个时期呢